所以古人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乐极生悲 都变化了 苦乐都没有了 就没有变化了 那叫真乐 真乐里面才能够于 法界虚空界里面一切有钱众生 就是你一而不就的众生 与他们感应到久 他们有感了 你就能应他 应你什么身得度 你就能显什么身了 这叫自在啊 虽然应身 在设法界也好 在六道也好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自己居然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真了不起 我们帮助人起心动念 佛菩萨帮助人不起心不动念 这不好懂了 帮助人不起心不动念 我们对这种事情 多少年 都没有办法 搞清楚 只能够随顺 今天所说 足是大德的注解 讲讲 讲了 我们自己要怀疑 听的人都不怀疑吗 实在说 我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看到蒋本波斯的水尸印 才真正明白了 才晓得了 众生感有念头 佛菩萨印 没念头 为什么没有念头能感呢 因为他一提 就是此地下的 平静一如 感应道教的速度 快啊 我们无法想象 就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一坛值 有32亿 八千年 也就是一坛值 有320兆 念头 这一坛值有320兆的念头 这从实践上讲 无法想象 所以我们看到大臣教里面 佛又说 不三不灭 一坛值 320兆的念头 可以说他不三不灭 他没有生命 是不是 真的没有生命 不是 他有生命 太快了 你密生灭 了不可得 你找不到 那么就是不三不灭 我们搞了几十年 才明白了 把这个疑惑 摆脱掉了 不再疑惑 但是 那不是自己经济 是谁的经济 佛在大臣教里面告诉我们 八地以上 他真的 那是他的经济 八地 九地 十地 十一地 十一地是等九 再上去 叫妙觉位 这五个位 位次的 他们的经济 也就是52个菩萨的等级 最高的五个 是他们 他们知道 你说他们那个心 进到什么程度 这么一点点 很短的时间 那个威胁的念头 他们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但凡夫 没法子 六道里头 没有人能知道 四身发界 也不知道 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 舍法界里面的佛 都不知道 他们能够知道 也就跟我们一样的事 从佛经里面得到的信息 自己没真的 所以不得受用 那这一句的提示 太重要了 心外无法 法外无法 我们从哪里下说呢 从夜视同人 我们对待 所有一切众生 有情的众生 无情的众生 换句话说 对一切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无 平等看待 要跟 要跟对待自己一样 自他不二啊 到这个话来说 自外无他 他外无自 心外无尽 境外无心 我们常常这样 把我们的亲近心 念出来了 把我们的平等觉 念出来了 这个功夫 念佛往生西方净土 司徒生哪一土 给主说 生十报 专业土 那不是生在 凡神通的土 也不是生在 方便又一土 别人分人 我 我不再分人 我 这境界提示 如果我在境界里的 还分人 人分人 我也分人 自己要求 我们的境界 没有提升 还是反复 还是在这内 搞烦恼 你的公恨 没有进步 学佛 学一辈子 原地 他不 这个不能不知道 这个不能不知道 这个不能不知道